以故女歌手陈琳第二任丈夫张超峰因遗产继承纠纷将陈琳的母亲和女士诉许法院 近日此案开庭审理一审判决张超峰败诉 庭审过程中陈琳母亲方面称 陈琳与张超峰婚后不足百日及自杀身亡 身后未见遗嘱 2009年在陈琳的遗产进行分割前 张超峰签署书面放弃遗产继承声明书 称放弃对妻子陈琳所有遗产的继承权 法院审理认为张超峰签署的放弃继承遗产声明书合法有效 至此法院判令夺回张超峰的诉讼请求